好啊 祖兰 客人拿点羊肉过来给你加工 大一个天 现在还有人吃羊肉的 客人愿意花38块钱的加工费哦 他要什么口味的 要不要辣的 他说他只想吃最正宗的广东羊肉包 这样啊 38块钱 太贵了啊 加工费 收他48吧 我给他做 现在我们把羊肉砍成大块 焖羊肉之前呢 首先我们调一个焖酱 晚周我们家有5块的白豆腐煮 一勺的蚝油 一勺的猪猴酱 花生酱 来一勺 加一点生抽 花雕料酒 搅拌均匀先 我们这个焖酱就调好了 必须是冷水下锅 才把这个充分 这个血沫才飞出来 把这个浮沫必须要打掉 但是这个羊肉呢 就不用过凉水 过了凉水呢 这个羊肉它就会变彩的 沥好水我们就给捞出来了 重新起锅 倒入香葱爆香香 小料爆香 我们倒入羊肉 摊开两边煎至精华的 翻个面 然后煎香之后 我们倒入调好的酱汁 我们小火把这个酱汁炒出酱香味 酱汁炒香后 我们倒入开水 我们再加入香叶 桂皮 辣椒干 还有冰糖 不用放味道了 因为这个酱汁已经够味了 直接盖上锅盖 中小火煮30分钟 30分钟就过去了 最后把汤汁收浓就可以了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羊排 可以吧 出锅盖 出锅 装盘 红烧羊肉 这样做出来的红烧羊肉 非常的好吃 汤汁浓厚 最后撒上米盐的葱段 广东羊肉包就这么简单 广东羊肉包就做好了 吹花 上菜 来咯